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慢点 来 去床上坐啊 好 多谢 不好意思 那您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瑞生 帮我倒点水 好 您喝水 香 太香了 香 香谁啊 我是说 你长得和你娘 太香了 五娘 要不了多久 我们母子就能相认了 主公 主公 那赫文达来了 那魂带来干什么 让他管 我说了 不过 他会不会对你认亲有点帮助啊 也许 他能知道一些隐情 他 一个被他老娘随意摆布的懦夫 他能知道什么 真心的事 一定不要让他知道 万一传到他老娘耳朵里 一定会节外生枝 就跟他说 我不舒服 让他走 好 我早年 认识你爷爷 自然就认识你的爹和娘 我还记得 你小时候 你娘给你起了个小名 叫 叫祥儿 她和你爹成亲的时候 我还去喝了一杯喜酒呢 祥儿 大嫂 那 那我听我爷爷说 我爹和我娘是在瘟疫中病死的 那时候我还小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 那 大嫂 那我娘她长得好看吗 好看 当然好看 大眼睛 白皮肤 柳叶眉 樱桃嘴 可是我们那出了名的美人啊 是吧 那我爹呢 你爹 个子高高的 有点瘦 皮肤黑黑的 长得可俊了 真的 你们回去吧 楚姑不想见你 不想见我 行 不见就不见吧 你看 真是给脸不要脸 我今天一点心情也没有了 我走了啊 别别别 二叔小玩你就继续啊 账记在我身上 你再等一会儿 混蛋 你说啊 这么好的两个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要我说 这就是命啊 他们俩是得瘟疫死的 你爷爷说了 得瘟疫死的人 尸骨还会传染瘟疫 都不让埋 是火化的 骨灰啊 现在还放在破庙里呢 你说 人死了不能入土为安 太可怜了 大嫂 那你知道 我爹娘的骨灰在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爷爷没告诉过您 我爷爷没说过 他只说 我爹娘没有木柱 骨灰都洒了 我从来都没有 拜祭过我爹娘 你带回去见见他们好不好 哎哟 你看我做的这好事 你爷爷不跟你说 是怕你知道了难受 你说你爹娘都死了 你还去见他们干什么 他们全下有知 知道你惦记着他们 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大嫂 我真的特别想见见我爹娘 就当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好啊 找机会 我带你去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我怎么能骗你呢 阮生 我就喜欢孝顺的孩子 等我安排好了 你悄悄地跟我去 那说定了 说定了 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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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了 我问你 你觉不觉得文达最近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文达 哦 他好像是有点不大对 你说他娘的保亲给他下了什么药啊 风月楼都不愿意去了 我今天硬把他也拽去了 到了那儿以后 也不进楚楚的房 在楼下等着 你说你在楼下等着 那当官的事怎么办 是啊 楚楚说生气也不愿意见他 人家老先生站起来就走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打算怎么办 我不指望他了 你想干吗 我有对策 对策 嗯 哎 什么对策 你就静一会儿吧 睡觉 哎 跟我说说 睡觉 好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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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做菜有人会付钱 哎 客官楼上请安 裴大哥 好久不见 你怎么回来了 裴大哥 好歹就相识一传 裴大哥何必恶语相向呢 当年是裴大哥 让我把楚楚的孩子抱给你 我也算是一个功臣呢 就算你不打算言谢 坐下来一起吃杯酒 也是无妨不得 你提这件事什么意思 那孩子献天不足 抱过来时就死了 我们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惨 谁让他娘你德行败坏 牵累了孩子 也跟着浮潜命跑 我那可怜的女儿 你既然回来了不去找楚楚 叫我来干什么 裴大哥 我落魄了 问顾交何有相认呢 当年是我害得楚楚五肉分离 你说我怎么还有脸去见他呢 你可别忘了 你发过毒誓不能说 是 我没忘 只是 只是人老了 有些事情 总是忘不了 总想回来看看 尤其是 尤其是想见见 贺老夫人 我们老夫人身体不好 我闯很久了 见不了你 那就更要去见见了 毕竟我跟贺老夫人 那也是有缘分的呀 老奶奶不会见你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钱你拿着 从哪来回哪去 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还有 我不希望再在蒲远看见你 我在衙门里还有些人脉 劝你别自讨苦吃 陪大哥 我哪敢动那样的弯心眼啊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自然是知道的 我春娘也是一个 知去明理的人 也讨厌 爷爷 瑞生啊 爷爷您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 没事 裴伯您来了 我去给您倒茶 别忙了 我马上就走 爷爷 我扶您去休息一会儿吧 来 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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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生啊 明天您出城 给王老爷的瑞祥号送他货 送货 那您叫来福去不就行了吗 哎呀 不行 这回你得亲自去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让你去你就去 裴伯让你去你就去吧 这里还有我跟名声们 爷爷 您别生气啊 我去就是了 嗯 哦 我说对了 爷爷 府里来了一个新的下人 说是跟咱们同乡 他还说认得我爹娘呢 是吗 真吵 爷爷 我想 抽时间去祭拜我爹娘一下 死了那么久 还有什么好祭拜的 我得赶紧去见老奶奶 回头再说吧 警长 收拾行装 明天去送货 先走 老夫人 还没有文达的下落 没有 老夫人 我们又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 春娘回来了 春娘回来了 她真的这么说呀 我告诉她 那孩子早就死了 给她钱打发她走 她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精 处心积虑地来了 她怎么会空手而回呢 老夫人真是博眼金睛啊 这 只见过春娘一面 就说到了无所 老天爷还真是有眼 让我们三个人共见面 您不觉得我们应该喝杯茶 续一续当年我们做过的事情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夫人 多年不见 您还是那么气势逼人 谁争你进我们贺家的 作为老宝春娘的我 自然是进不了贺家的 可是作为下人春嫂的我 进贺家就没那么难了 都说那孩子夭折了 你还想怎么样 是吗 怎么我看到了一个叫润生的孩子 好像长得和楚楚很像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敢打润生的主意 我不会饶你的 陪大哥 您不要那么激动嘛 我出的这个主意 那可是个好主意啊 我能让你的孙子 从一个下人摇身一变成为主人 他自己要是知道了 感激我还来不及呢 你说 你要多少钱 您说一个下人 怎么让老夫人如此地挂紧 就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下人 我倒想问问 这个下人 他值多少钱 废话少说 开家吧 老夫人果然爽快 不过我得算算 一个守了十七年的秘密 他值多少钱 这些年 我守着这个秘密 心都受累了 多会听说你们家有个金库 另外数不清的金银财宝 才给了我 守住这个秘密的动力 你做梦 该给他 老夫人早就给你了 我也许是在做梦 可是我做梦 喜欢说梦话的 说不定哪天 我说出去点什么 老夫人 你可别怪罪我 不知廉迟 难道你忘了 你曾经发过毒誓呢 如果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你就不得好死 你连遭天前你都不怕吗 羞耻 羞耻值几个钱呢 我要是顾着羞耻 我这些年早就饿死了 没错 我的出生事没你好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里训斥我的时候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倒想知道 明生少爷 要是知道了 自己家里的一个下人 竟然是他的亲兄弟 还有可能来分他的财产 这兄弟俩 会不会自相残杀呢 我还想知道 你那个低眉顺眼的媳妇 要是知道 他养了十七年的孩子 竟然是仇人的孩子 他还会那么孝敬你吗 老夫人 你威胁我 那我倒是不敢 不过 让人骨肉分离 那才是要遭天欠的 你要是不给我 老天爷也会要你还的 我当年拿的只是一部分 我守这个秘密 守了十七年 你们必须给我十七倍 从此以后每年如此 直到我百年归西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我会让贺家风平浪静 老夫人 我们报官吧 她的要求是个无底洞啊 三天内给你 但是你必须说到做到 从此在我们贺家永远消失 好 老夫人做人的节度 就是让人欣赏 我告辞了 对 都只是让人欣赏 又要求是个无底洞啊 可以 对 现在还要求是个无底洞啊 对 毕竟 对 我们还要求是个无底洞啊 你还是个无底洞啊 我都不诊 我们都不认为我 你 你还让他来 我当年 你还爱 我搞不认为我 我们都不认为我 我最近好久都没来 你干什么呢 我也想你 这 这不是春娘吗 是我 楚楚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了 风月楼还跟从前一样啊 哪儿啊 比您在的时候差远了 此一时彼一时啊 此一时彼一时嘛 春娘是何时到浦院的 有几日了 有几日了 哎哟 春娘 楚楚都该生您的气了 来浦院好几天 这才来风月楼 春娘这几日都在哪里落脚啊 说了你不信 赫家 赫家 赫府啊 初初初还真不知 原来春娘跟赫家还颇有交情 哎 要受到交情 我怎么敢跟初初你比啊 哎呀这话听着像话中有话 好像是在讽刺我 哎哟 初初我我哪敢讽刺你啊 我羡慕你还来不及呢 你真的是有所不知 风月楼啊现在是大不如前 流水越越减少 辱不复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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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哎 哎 赫家那小子的模样 和你 还真有点像啊 哎 哎 春明 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 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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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娘 你若是喜欢这个 鸡罐拿去 哎 哎 不不不不 楚楚 拿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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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楚 那天 在乌庄与你们相遇 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此话怎讲啊 楚楚 当年你生孩子的时候 我没有和你说实话 我对不起你 其实你的孩子 没有死 他还活着 我的孩子没有死 我的祥儿没死 楚楚 你那么聪明 应该猜得到他 他就在赫家 为什么我一到仆院 第一个去了赫家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件事情 你实话告诉我 当年是不是张宝钦 把我的姓儿抱走了 明生 是不是就是我的儿子 楚楚 当年 我是收了赫家一笔钱 我答应他们保守这个秘密 要是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就不能好死啊 陈娘 楚楚 从小被迈进封玉楼 都没有见过亲爹亲娘 如果这辈子 连我唯一的儿子 都不能相认 那我真的会死不瞑目的 楚楚 楚 你坐下 坐下 楚楚 陈娘 只要你告诉我 我孩子的下落 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给你 你告诉我 病生是不是我的孩子 楚楚 我现在的处境 我也不瞒你了 我可以启示 你要是想找回你的儿子 我愿意到赫家作证 为你讨个公道 谢谢春娘 楚楚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虽然这封玉楼 现在被你那里的风生水起 可是当年 他也是我 一手让他疯狂起来的 现在我看到这一切 我的心里 我的心里放不下呀 楚楚 那春娘的意思是 楚楚 这封玉楼对你来说 是个是非之地 是你认亲的障碍 你想过没有 有哪一个儿子 愿意认一个身在封玉楼里的女人 做娘呢 楚楚 要不这样吧 你把封玉楼 交还我 让我替你打理 你就可以抽身去见你的儿子 你还这样怎么样 可是此事欠承到众多姐妹 春娘 让我想想 你还想什么呀 比起那个赫家老太太 你你去见过赫家老太太 金浦盒 你 不会也问她要了银两 哎呀 春娘 你离开浦院这些年 有些事情你真的是不知道 那赫家老太太 哪是等闲之辈呀 我可听说 当年有个要账的 想问赫家多要一些银两 结果被弄得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想从她那弄点好处 结果可真不好说呀 楚楚 你说的 不会是传言吧 骗你 骗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春娘 只要你帮我找到祥儿 你要什么 我全都给 但是 如果你继续跟赫家同流合污 隐瞒真相 那结果 你可自己知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过楚楚 你也是个精灵人 你也好好想想 祥儿 和这风月楼 吃饭了 兄弟 兄弟 你能帮我再添点菜吗 添点菜 给你口吃的就不错了 还给你再添点菜 爱吃不吃 兄弟 你帮帮忙 这个说过了 我 我怎么吃啊 你把我们这个穷山寨 当什么地方了 给你口吃的就不错了 你他妈事还挺多 真把自己当少爷了 我们都他妈快揭不开锅了 等等 兄弟 等等 我这儿有条财路 不知道 你想不想听 你他妈饿疯了吧 都快成饿死鬼了 你有啥财路 不瞒您说 我原来真是个少爷 现在 现在是大东家 大东家 我看你是个大东官 你是不是被关糊涂了 你是个少爷 哪家的少爷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是蒲月 我警告您 在我的山寨里边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 做梦都想杀了你 不如说我是贺家的人 兄弟 我是蒲月张家的少爷 我有家才万怪 只要你们放了我 要多少钱 我就给你们多少钱 呸 骗傻子呢 蒲月就那么大点地儿 经商就那么几家 哪家我们都不知道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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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信有你 你可以写封信试试 反正也不会吃亏了 兄弟 兄弟 你就帮帮我吧 没见过 我 来 家 这家怎么写 这 这家字 家字上边好像有一点吧 对 你写 来 我写 我写 你她娘她会不会写呀 就你那憋样 记你那憋字 你看你 你长得个瞎咪似的 你会写 你写 别别别 行了 你写 你写 行了 就咱们这一伙 大字不识一个 别在这瞎折腾了 找那个铁面疙瘩行 不就得了 是啊 是啊 你小子行啊 哎 佩伯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又去跟踪人了 冬家 还没休息啊 啊 我年轻啊 晚睡点儿没事 您一把年纪了 别熬夜了 冬斩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跟踪这个事啊 不倾诉 不适合你 要想跟踪我找的贺文达 你不会成功的 把回屋休息一下 来 请 接着 3 7 7 11 11 12 12 13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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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了没有啊 快给老子念 你们东西儿现在在我们手上 要想保住性命 速速准备白银五千两 五日后送到后山 否则 否则将性命不保 你他妈的要是敢跟老子爽花症 小心老子散了你 不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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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耍什么花样 我能先来带你们手上 也不知道就是哪儿 只能让他们把钱 放在你们的指定地点啊 你们都放在这儿 听着我 我们都放在这儿 兑四 出品的 道友 你们都放在这儿 看过什么 打掏 相声 香港人 春嫂 你怎么来了 我买菜 正好路过这儿 就来看看 这是咱们的绸缎庄啊 真气派 一天能尽不少钱吧 贺家一共有四件绸缎庄 我们这件是宝号 春嫂 你进来坐吧 不了不了 我还得赶紧回去 帮东治婶呢 润生小哥 你也要出远门吗 我一会儿就要出发了 我去外地送趟货 润生小哥 本来我还打算找你呢 既然在这儿遇上了 那我们就此话个别吧 话别 春嫂 你要走啊 是啊 也许是我太不懂的人情世故 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 说我手脚慢 今天晚上就让我离开 寄人篱下的生活 是实有无常的 你什么时候要是回老家 可千万记得来看我 春娘答应你 去拜祭你的父母的 现在看来 我失言了 对不起了 东家 什么事这么急啊 这有一封夫人的信 我给夫人送信去 那交给我吧 看个人都看不住 要造反吗 东家 这不是写给夫人的信吗 是菊生写的 一会儿我去交给夫人看 那封是 是这样 新来的厨娘 昨晚一夜没回来 刚刚回来 说是此功不干了 留下一封信 让我亲手交给老奶奶的 我正好要去找她 你把信交给我吧 来 行 你忙你的吧 好 好 好 词 什么呀 没人告诉过你 进门的时候要先敲门吗 实在抱歉 我从小在山寨长大 不懂大户人家的规矩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重新再进来 请问我可以进来了吗 进来 谢谢娘 没有外人的时候 你大可不必叫我娘 那没有外人的时候 我该怎么称呼你 老奶奶 贺老夫人 随便你 那好 贺老夫人 我有件 你一定想早点知道的事 想告诉我 现在我可以说了吗 说 暴走人家的孩子 害人家骨肉分离 这种事你好像很拿手 看着这个孩子孤独地长大 你安心吗 难道一点愧疚都没有 你说什么 你听不懂 看了这封信 你就懂了 贺老夫人 我怕你失信 不肯兑现十七年的金子 所以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润生已在我手里 你要是不给钱 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他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 我忙啊 我要花时间敲门啊 还要花时间考虑 怎样对您的称呼啊 谢谢你看了 谢谢你看了 当然了 但我有一个疑问 那个来搅局的春娘 为什么不冲着名声 反而把润生扯进来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的不好了 你润生他 你在啊 怎么了 东家不能在吗 你说吧 润生他怎么了 他都知道了 你接着说 我刚才去找润生 本来安排他 去送鲜货 可是听说他跟着春娘走了 也不知道春娘他安的什么心 他的心都写在信里 没想到春娘下手这么快 润生这孩子 他太单纯了 培伯 昨晚你就是为春娘的事 心烦了 你看见我的时候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以为你真的是东家 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走之前告诉来福 他和春娘去祭拜爹娘了 春娘这个女人 为了钱 他这种法子也使得出来 阿姨 润生又不是小孩 那么简单的谎言就能骗到他 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以为给他封衣足食 他就能忘了失去母亲的孤独吗 我们贺家的事 用不着你在这里大放厥词 那好 那我很好奇 你们会怎么办 我自会派人找 不认识 如果你相信我 我可以帮他 不必 你的恩 我还不起 那好 随便你 贺老夫人有自己的办法 那你就派人去找去吧 但是我提醒你 这件事 千万不能惊动其他人 尤其是 我的妻子 宝妻 我的儿子 名胜 还有 这次行动必须要快 万一春娘发了疯 你们就等着收尸吧 好 我求你帮我 我求你帮我找回润生 贺老夫人不是自己有办法解决吗 我真心地求你 润生跟贺家什么关系 你不告诉我 我是不会帮你的吗 何生 老夫人事宜至此 你就告诉他吧 润生 大神 她是文达和楚楚的儿子 好 我真是佩服啊 你总喜欢 把一个骨肉弃之不理 代代如是 你怎么找 这个不用你管 这个不用你管 放心 我阿帝三尺 我都会把我的儿子 带回来 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却有一句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 Internati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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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